字幕視頻 之後就要消耗探索券 探索券只能通過活動獎勵跟禮包取得 所以要好好把握每天三次的免費機會 探索會根據最終分數來給予獎勵 獎勵包含了體力、隨機的各種素材 體力獎勵是你最終分數評價有關的 達到10萬分以上拿到S評價是獎勵50體力 往下評價是40體、30體 所以基本上建議至少拿10萬分以上 那接下來分享如何高分的技巧 第一點是90度攻擊是最有效率的 從我們的位置發射到命中敵人 中間是需要時間的 中間飛行的時間越短越好 這樣才能越快清掉敵人進入下一波 所以能夠在敵人正下放攻擊是最省時間的 第二個是盡量避開紅色子彈 因為紅色子彈可以被抵消 同時也會讓我們的攻擊被抵消掉 所以要盡量避開紅色子彈的路徑 這樣才能更快的清掉敵人 第三個從小打到大 小方塊的攻擊方式比較簡單 血量也比較少 先把小塊的打掉 可以減少螢幕上的子彈數量 第四個我們比想像中的還要瘦 那雖然在螢幕上我們看起來好像胖胖的 但實際上我們是可以穿過 看起來比身體還瘦的縫隙 那很多時候我們都可以躲過去的 不用擔心 第五個是瞬移技巧 當你左右移動的速度夠快時 你就會發現你幾乎是瞬移過去的 會直接穿過中間的子彈 那這招用來躲避子彈羽是很好用的 剩下就是冷靜的操控 不要看到一堆子彈就慌了手腳 試著從子彈裝的縫隙穿來穿去 自然就可以拿到十萬以上的分數了 以上就是這次要分享的探索小技巧 祝大家都可以拿到十三萬分以上 如果以上內容有幫助到你的話 請幫我點個讚跟分享影片 想看更多內容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打開小鈴鐺才不會錯過新影片通知 有任何建議或是問題 都歡迎留言給我 我是老宅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